大家好 很開心今天又在這邊看到大家 我們這個系列的科普講座 今天我們請到的這個 我們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剛剛大家可能有看到我們 科教中心一台生一主任 一主任今天又要到台北 參加一個科普論壇 所以今天就沒有辦法 跟大家在這邊主持這場 科普演講 所以藝老師就是 找我來 幫忙照顧一下這場的演講 那我是誰呢 我是物理系德的朱慶喜老師 也參與了很多這個科普的活動 在這邊就正式代表科教中心 歡迎大家今天來 然後今天的講者還蠻特別的 就是請到我們自己學校 我原本也不認識陳老師 後來是在外面聽說 因為我們學校有一個這麼優秀的年輕的教授 所以我就跟陳老師接洽聯繫 然後請陳老師來跟我們這一場演講 那陳雄宜老師呢 他的某一部分的經歷 那個比較這個 叫什麼 一般的哪裡畢業啦 這個我想這個 大家都可以上網去查 那比較特別的經歷 剛剛還沒有機會聊到 就是在西點軍校的這一段 我不曉得教這個西點軍校的學生 但是比較容易呢還是比較難 他們的紀律特別好啊 還是說他們的壓力反而特別大 那如果待會兒有機會的話 我想陳老師應該也會滿樂意 跟大家分享這一段 陳老師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大腦壓力與健康 那我相信在座 不管你是老師學生 或者是我們學校的行政同仁 多多少少應該都會在生活裡頭 感受到各式各樣的壓力 那以前 那我們也大概都知道 壓力跟我們的健康 事實上是有相關的 然後我們現在必須要再回來看一下 什麼叫健康 以前的健康都比較定義成是身體健康 對不對 可是身體健康其實好像是不夠的 那我們的心理健康這一塊 過去比較少有人談 但是慢慢的這個就是越來越多人談 如果我們知道的越多 我們越了解自己 了解我們大腦的運作 我們對於壓力的處置 還有對我們自己健康狀況的掌握 可能會更精準一點 那就請大家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今天的Speaker講者 陳偉銘 陳教授 謝謝 不用 謝謝老師的介紹 大家好 我家大家都很認真 早上十點鐘 能夠來這邊 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點點 跟壓力有關的 知道這個是科學普及的講座 大家是都第一次來這個系列嗎 還是有人來過以前的系列 有來過 有很多人來過 剛剛也在跟老師有談到 我常常因為講話的對象 都是念心理學的 所以常常忘了為心理學做廣告 你知道心理學是科學嗎 科學 那如果你們來好幾次 科學是什麼呢 什麼東西是科學 理性的知識是科學 所以情感就不是啊 心理學是情感 有很多情感的成分在裡面 我常常坐飛機的時候 坐在旁邊 然後有人就會說 你是做什麼 大家問問問問了 我說是念心理學的 我跟妳講 我好像做了一個夢 妳可不可以幫我解一下這個夢 然後就覺得很無力 有些心理學家可以 但是我剛好不行 所以就覺得很無力 那今天不是講什麼是科學 所以我就不多講這方面 但是科學本身有幾個假設 其中很多假設之一 如果是各位有在做 像老師是學物理的 或者是學化學的 都沒有人會去質疑說 你念的東西是不是科學 我念的東西從大學念到現在 常常被人家窒息 你這東西不是科學 但是呢 現在心理學一開始的時候 剛剛好可能不是科學 但是現在越來越是科學了 那科學的幾個假設之一 還有一些assumption之一 其中是 你要能夠observable 事情是可以看得見的 是可以measure的 是可以去測量的東西 那這個在心理學來講 當然是比較難啊 因為我們想說 你看起來你是憂鬱症呢 還是你今天情緒很快樂呢 你是外向呢 還是你是樂觀呢 這些東西怎麼去量 怎麼去measure 是很困難 那我們今天剛好講的東西是壓力 我想請問大家壓力長什麼樣子 我們是科學嘛 要看得到 要能夠量得到 壓力長在肩膀上 長在肩膀上 很硬 很硬 感覺很硬 對不對 這個是一部分 對不對 我想每一個人都知道壓力在你身上 長的是什麼樣子 如果 有的時候你如果不知道 可以去問問看你的家人 你的男朋友 你的朋友 他們會比你先知道 你壓力很大 為什麼 因為你脾氣特別不好 因為你特別容易生氣 這些東西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些都可以測量得到 那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不用 壓力其實不用太多的介紹 那但是呢 這個影片在網路上流傳了有一陣子 那想想看大家覺得是不是 反映出你心裡有的時候想要做的事 跟一些感受 所以我們看一下 那個音效可以開一下嗎 還是 謝謝 謝謝 一開始沒有聲音喔 上 上一個 OK 然後就直接play就好了 來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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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OK 大概差不多知道意思 有没有反应很多时候 你想要做很多事情的冲动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其实我当初 为什么后来决定去念博士 我在花琴银行上班上了好多年 现在台湾后来在纽约总行上了好多年 这是因为在那边看到压力 在很多的高级管理阶层人的身上 所呈现出来的 对他们健康上面的影响很大 所以在这方面就感到很有兴趣 但是压力对我们的社会成本很高很高 包括犯罪 包括健康 包括生产力 那这些今天都不讲这些 今天呢 我是想要跟大家 先分享一下什么是压力 然后讲一下什么是压力跟健康 那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再跟大家讲一下 大脑跟情绪还有压力的关系 那讲到大脑 大脑有很多的特质 其中特质之一是我们没有办法很专注很久 所以事实上常常每次我们去演讲都是两个小时 事实上人的大脑其实设计不是这样子 两个小时就算你再想听到之后都觉得有点疲乏 所以今天时间有点delay 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中间能够take a break 然后看看我们的时间的安排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时间讲到大脑期去跟压力 所以我们现在就 按错 OK 那这个第一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讲到压力 压力对身体不好 然后情绪 很太情绪化对身体也不好 但是到底对我们身体上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那其实不跟各位多说的话 就跟大家讲一讲 在很多年前有一个研究的人 他们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研究 那在美国是家庭医师的系统 那在家庭医师的系统底下 每一个人生病一去看家庭医师 如果有需要的话再去专科医师 他们就保到一个家庭医师的诊所里面 就问每一个来看病的病人 然后说你今天为什么来看病 然后说我今天是头痛啊 或者我感冒啊 或者是怎么样 那他们就在继续多问他们想要追溯一下他们来看病的原因 那你们可不可以猜一猜 大概在他们所这个面试的人里面 大概有百分之几他们来看医生上面身体上面健康的问题 实质上其实是来自于情绪或者是压力上的反应了 我们要把握时间要赶快 有没有人 90 你是看过是吧 没有 有没有人说有没有再加加码 很快 其实就是90 那其实这个number我要讲说这个其实呢 是不是很准确呢 很难讲 但是呢 我们也不是说这个压力的问题是你想象出来 情绪 大家开始有幻觉觉得我得癌症这样 不是这个样子 是比如说今天你压力很大 刚刚有人讲到说觉得肌肉很紧绷 那背的肌肉也会很紧绷 那你今天压力大很久了 然后肌肉很紧绷了 结果忽然有两本书掉到地上了 你决定用很不正确的姿势 大家都知道脊椎是不应该弯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另外一个part time的工作 是做那个911上面的急救救救护人员 是要抬300磅的人 我跟我的partner是要能够抬300磅的人 所以呢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学习的是 你不管怎么抬不管怎么拿 你的脊椎是要是直的 所以有个东西掉到地上 应该是这样子拿下去剪的 不是弯腰下去剪的 那如果你一个东西掉到地上 然后你压力很大很久了 结果背脊的肌肉都很僵硬 一弯下去腰剪的时候腰闪到了 闪到的腰是真的 然后呢这个感受到疼痛也是真的 那但是它的来源 最属于可能是因为情绪或压力生产真的 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人因为压力很大 所以很久就产生幻觉 这个身体上的疾病是真的 那经过过去 大概十几二十年来的研究 发现情绪跟健康之间的关系有哪些呢 我们不会每个讲 大概跟大家知道一下 包括了意外 意外 但因为你压力大 我们刚刚讲过 人的大脑没有办法focus很久 那你就一直focus 然后就疲乏掉了 就没有剩下的资源 来做你该做的事情 所以比较容易意外的发生 过敏气喘心脏病这些 通通都有 然后呢其实 但是目前来讲 压力并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告诉我们 压力直接造成癌症 那但是呢 它可能会用其他的比较不直接的方式 会引发这样子的情况 那你看包括蛀牙 那那个我们压力大的时候 待会我们会讲到 就算口水里面分泌出来的荷尔蒙 口水里面分泌出来的chemicals都会不太一样 所以会造成蛀牙的产生比较频繁 糖尿病胃溃疡这些等等等等 压力如果压力大的话 比较容易感冒 那这些都是我们最近近几年来 近几十年来 所找出来压力跟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关系 可是你会问说心理学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生病就去看医生啊 对不对 压力大 这个跟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 再帮心理学赶快做个广告 大家知道心理学里面有分好多种心理学 大概可以讲出哪几种 赶快讲 犯罪心理学 犯罪心理学 行为心理学 情绪 情绪心理学 好没有啦 认知心理学 我们今天在场不知道有多少个人 就算每个人讲一个可能还讲不完 那在美国心理学协会底下呢 不同种的心理学 大概超过52种 目前 那为什么那时候我常常要跟人家讲说 我在西点军校上课的时候呢 很多人讲说 你不是念心理学吗 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呢 那那个时候我其实去面谈的时候 也是觉得回来的时候就跟我家人讲说 我觉得我不想去啊 我说为什么 我说他们那个校园上面有个坦克车 我就说是看起来怪怪的 有点可怕 他说可是那是军校 这很正常 那当时我过去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觉得说 为什么要心理学 那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在这个打仗 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 正是伊拉克打仗打得非常 如火如毒的时候 那这个军队的人 在发派之前的准备 你要给他们 那时候我在那边 给西点军校的学生 很多做的就是combat stress 他要怎么样能够适应 他们要面临战争的时候 所要面对的压力 他们的心理辅导那是当然的 回家的调势 好这些 像这边的这个sergeant 他其实就是在伊拉克的时候 解一个IED 一个自己做的炸弹 结果不小心爆炸了 把他的右边的头颅都炸碎了 那在以前打仗的时候呢 死亡率比较高 现在呢 因为他们的设备都非常的好 本来该炸死的都没死 都救回来了 就回来变成这样子 那他再回来的时候 是不是要再融入社会 再适应社会 那是不是 是不是要有很多的帮忙 好 那刚刚我讲到combat stress 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stress 刚刚待会我们也会提到 压力在身体上的反应 那些学生 那个时候西点军校 有一个传统 因为他们很为自己的学生 那个西点军校是美国 最难进的大学之一 有人进了Harvard 他们不去是来西点军校 所以学生非常非常的优秀 那他们的传统 也是也是很多 那其中之一是 如果你在打仗的时候死了的话 你是西点军校毕业的 你回来可以葬在西点军校 在那个时候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我们才教完的学生 22岁 每天中午用棺材运回来西点军校 然后呢中午在吃饭的时候 大家都要默癌三分钟 所以说那个压力其实是很大 那身为一个临床心理医生呢 那个时候在西点军校的目的呢 不只是帮助他们要如何适应 是要帮助他们如何完成任务 所以那个时候是不太一样的 使命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那些人不是我的病人 也不见得完全是我的学生 虽然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 他们可能会伤害自己 可是那已经不是我的priority了 我的priority是说 就算你也伤害自己 你还是要完成任务 回来再说 回来我们再救你 但是当下呢 不能够以个人的这个利益为优先 所以呢 这些都是心理学 大家可以想象的到的 但是呢 比较想象不到 刚刚跟朱老师也有讨论过 这个视觉或者是perception 跟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们待会儿 如果有机会讲到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看出去的世界 都不太一样 虽然我们都长了两个眼睛 我们的physiology 这个在结果学上可能都一样 但是我们看出去的世界都不一样 那在军队上有什么 这个应用的效果呢 大家可以想到 我们所谓的camouflage 这个演示的效果 我们常常看人家穿这个迷彩装 这些的设计 其实都是要很多 念perception的心理学家来设计 那这不是我的area 那个时候在西田军校 我做我隔壁的人 就是专门做这个 那这个 他们那时候告诉我说 在设计的时候发现 那个黑色的颜色 不是正常 不是natural 不是自然的颜色 所以后来呢 如果你在漆黑的状况下 再去穿一个黑色的东西 其实那个黑色很容易被看到 所以后来的那个迷彩装的设计里面 把黑色都拿掉了 那你仔细想想 这些迷彩装当初的设计 是打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 大门在哪里 森林里面 在森林里面 可是现在 穿这样子的衣服 在沙漠里面打仗 在沙漠里面打仗 所以要重新设计 所以现在整个 不管是战车也好 不管是衣服也好 通通都是重新的设计出来 然后因为如果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穿这样的衣服 那你干脆当枪把好了 就不用继续了 所以说这些东西 都是跟心理学很有关系 那讲到压力呢 其实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支派 刚刚讲过超过五十几种 那这个叫做健康心理学 叫做Health Psychology Health Psychology呢 是研究我们身体 跟心理之间的互动关系跟影响 你的想法影响你的行为 影响你的情绪 影响你的身体 那你身体不好 你也会想法比较depress一点 对不对 在医院住了两三个月 其实讲到这个前一阵子 那个沉水扁 是不是应该要 那个把外就医闹得这么大 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 因为这个如果是政治议题 就讲政治议题 可是在临床上面 他没有议题的 因为事实上 我们在评估一个人 是不是有忧郁症的时候 两个地方是除外的 一个是监狱 一个是医院 因为我们要评估的问题里面 就会讲到说 你最近六个月六个礼拜 6 weeks当中 你有没有性行为 我关在间里面 可能没有办法有性行为 那你过去这六个礼拜 有没有做你想做的事 吃你爱吃的东西 对不起 我住在医院里面 刚开过刀 所以我没办法吃 我喜欢吃的东西 做我想做的事 所以评估出来 忧郁症的几率相当的大 但是就算是有忧郁症 他的治疗不会是重度忧郁症 他的治疗不会是把你送回家 他的治疗是把你送精神病院 而且是要把你关起来 而且是可能要穿street jacket 把你手都绑起来 怕你自杀 所以然后逼你吃药 这个是治疗的方式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issue 所以我们在讲到说 你的心里面 你的身体也会影响你的情绪 这是很自然的 那他研究去如何预防治疗疾病 维护促进身心的健康 主要是因为传统上来讲 医学来讲 我们把一个病人跟一个疾病 是绑在一起的 你是糖尿病患 你是心脏病患 那可是我们如果只是去 我们现在对疾病的了解 某些疾病的了解 是相当的了解了 像心脏系统 这些相关的疾病 我们是相当的了解 那请问一下 如果一个疾病跟病人 是分不开的话 我们就拿同卵的双胞胎来讲 他们在基因上是完全的一样 那如果这个疾病 我们这么了解 知道这个疾病发展的过程 那这个同卵的双胞胎 是不是应该 不只是同月同日 同年同月同日生 应该要同年同月同日死 不只是同年同月同日死 而且是要同样一种病死 对不对 因为都一样嘛 身体上都完全一样 那为什么不会这样子呢 我们常常也想到 就是说 因为他吃的东西不一样 因为他住的环境不一样 因为他的个性不一样 那当然我们今天不多讲那一方面 但是基本上来讲 在健康心理学来讲呢 我们其实就是要把这个疾病跟病人分开来 那现在大部分我们不会讲说 一个人是糖尿病患 或者是心脏病患 我们要讲说 因为在英文也是一样 说 You're diabetic 你是个糖尿病患 我们是说 You're a person with diabetes 你是一个有糖尿病的人 好 就把这个分开来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过程多一点 那压力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呢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关系 为什么压力这个无形的东西 会变成有形的疾病 这个是很怪的一件事情 因为有形的疾病 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没有人会argue说 疾病或者是研究 疾病不是science 但是常常有人会argue 压力是长什么样子 你怎么量的 你怎么知道有人有压力 这怎么弄 那基本上来讲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在一开始之前 我们要把一些terms 把一些词汇弄清楚 那因为中文里面 没有这样子的分别 所以我很快的讲一下 第一个是load 第二个是pressure 第三个才是stress 那所谓的load 其实我们讲到压力 是我们从建筑学上 所跟人家借来的一个字 那建筑学上呢 我们常常在讲是说 我不是很懂建筑 就是说 如果你在盖一个大房子 或者是在造桥的时候 你要评估要造多大的桥 然后这个桥上面 可以承受多大的重量 然后一天可以走过多少车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load来讲 我们就以为桥来讲 今天有一个车 要造一个桥 能够来让这个车走过去 这个车本身的重量 叫做load 是一顿的卡车 或者是两顿的卡车 那这个重量是不会变的 对不对 你每次去量 应该都差不多这个重量 那这个重量呢 今天如果你是走过小桥 或者是走过大桥 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对不对 这个百分比会不太一样 那这个重量 这个load 所压在这个桥上的重量 其实叫做pressure 外在压上面的力量 那stress又是什么东西呢 你刚好做第一个 可以试试一下 我麻烦你帮我个忙 你把你手就这样举起来 保持这个高度 我不管怎么做 你都尽量保持这个高度 不要动哦 哇 没错没错 好 大家刚刚都有看到吗 就是说我请他手保持这个高度 我一直往下压 你必须要怎么样做 才能把这个高度维持 往上推对不对 往上推的力量是stress 往下压的力量是pressure 那这个车子的重量是load 所以大家请记得不要再讲 说我爸妈给我压力 我老师给我压力 如果刚刚这位同学不是很合作 我请他把手放在这 我一压他手就掉下去 还要往上推 他就没有压力哦 就没有stress 对不对 stress外面可以给你pressure 可是你要去回应这个pressure 才叫做stress 所以如果你选择不去回应的时候 你就没有stress 如果你想想看 有一天你不care一个人的时候 他所作所为 也不会对你造成压力 你越care一个人 他的言行举止对你来讲影响就越大 对不对 这个care还是不care 是你的决定 是内在的决定 那最后呢 我们想这样的 等于那个卡车 这个在心理学上stressor 就是压力事件 那那个时候 我在西点军校的时候 刚刚提到 其实他们学生很乖 纪律非常严谨 都一定要来上课的 那我在美国其他大学教书的时候 他们不见得是要来上课 所以都ok 但是那个西点军校规定 那甚至有的时候 他们来的时候 有一个人看起来慌慌乎乎 我说你是怎样 他说上一节课 打拳击 就被打到脑震荡 结果他们不能让我去看医生 让我下学 还是要现在来上课 所以规定成这样 鼻子被打断了 都没有去整 没有去弄好 这是给他们的训练 他们是这样子说的 那所以说 我常常有时候进去 我通常都很nice 因为我身子里面很少 我是里面 唯一的台湾来的老师 然后呢 东方的女生 大概就两个 一个是叫中文 一个是我 那我们又不是带军级的 所以学生说 我们很nice 我们是蛮nice 因为对军纪律 不是很了解 但是呢 我在上stress 这个课的时候 我通常一进去 就板了脸 然后就跟他们讲说 今天要有surprise的小考 我说其实这不是小考 今天考试的成绩 决定你全学期的成绩的一半 我是在给他们什么 给他们压力事件 对不对 这个压力事件 就好像卡车的重量一样 是不变的 是一个事件 是一个客观的事件 可是每个学生反应都不一样 有些人赶快把书拿出来翻 好像接下来两秒钟可以翻 有什么差别一样的 然后呢 有些人呢 哇 生气起来 在军校不可能 在普通学校生气起来 东西一丢就走了 放弃 有些人开始要哭起来的样子 那一样的事件 为什么会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反应 有这么多不同的反应呢 压力事件 那个卡车的重量是一样的 但是呢 压在每个桥的重量上 pressure是不一样 如果你是乖乖排的好学生 每天回去都念书的话 他怎么考 你也不会有什么压力啊 对不对 那如果是stress 是由内而生的话 那你就看这个科定来说都重要 如果我觉得我不是很care 当代人无所谓 我也不会有压力啊 如果我快要毕业了 这个科非要过我才能毕业 压力就很大啊 所以这个几个层面 都是不一样的 那在压力事件呢 其实有分生理跟心理的 嗯 我们今天就稍微讲一下 压力的反应 压力 我很快讲一下 压力的反应 其实是一种试验 适应我们周围环境的一种能力 身体上面会经有压力 其实因为我们身体 我刚刚讲过说 如果刚刚那位同学 觉得说 他不想要把那么用力 把手撑着 他放掉就没事了 那是他的选择 对不对 他可以选择要还是不要 可是有很多事上 没有那么选择 尤其在身体上面 我们身体上面 有一些必定要的要求 比如说 我们人体的体温 大概要维持在多少 37度左右 对不对 我不能说我今天不完了 10度也可以 浮行这样子 对不对 那就死掉了 所以说 但是外面如果很冷的时候 你出去 有的时候 在纽约 我朋友告诉我 现在已经很冷了 出去 如果你今天穿的不够 忽然很冷 对你的身体上 是一个压力 那你的身体 你会发抖 你会发抖 会发抖 然后呢 就是产生能量的一种方式 然后你会拿衣服来穿 这是你在行为上 去适应这个环境 希望能够抗拒这个压力的一种方式 那心理上也是一样 那其实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呢 我们回应这些压力事件的能力 是我们生存下去 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 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身体缺乏了 调节血压的能力 调节血糖的能力 那你是不是活下去会有问题 对不对 调节温度的能力等等 所以呢 其实压力 是帮助我们活下去的一种 一种力量 它其实不是我们的敌人 常常人家讲说 我要抗压 哇有这么严重吗 对不对 为什么抗拒压力呢 你要跟它共存 它帮助你生存 它是一个很amazing的一个能力 那压力反应来讲 大致分为心理生理行为 跟其他因素 我希望能够大概讲完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take一个break 心理的反应 当一个压力事件 一旦发生的时候 想到我那个时候 上课的时候 忽然跟学生讲说 今天有个考试 这个考试 或是你这个学期的总成绩的话 哇 压力事件来了 那心理的反应是什么呢 包括了 第一个你要做评估 这什么意思呢 你赶快看一下 这个内容 是不是我刚好会知道 我刚好可以作答 那压力就不会很大了 或者你想一想说 唉 这个课 如果就算当掉的话 我有没有机会重修 会不会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等等等等 你知道其实 这学期我跟宏兰老师同教一门课 普通心理学 那结果上半学期是他上课 然后听说上礼拜有四个学生作弊 就被他抓到 真是不幸运 真是不幸运被宏老师抓到 因为他很恨那个作弊 那结果他就赶快叫我去查一下作弊 你能怎么punish 然后赶快去查一下说可以记大过 我问你们记大过了会怎样 不会 不会怎么样 不会这么想 三次才会被开除 三次会被退学 所以说我在想说 对一个不是很care的人 你记大过 我只要make sure 我不会有三次就ok 可是对于有些人 就会很在意 对不对 这是个荣誉的问题 不过很care荣誉 他也不会去作弊 我在想 所以说你第一个 要评估这件事情发生 对我来说什么 有什么意义 那第二个呢 你就开始要做准备说 我要怎么样来因应这样子的压力事件 我常常喜欢用这个小人 爬高山来做心理反应 你的一个压力事件发生 对你心理上面所造成的压力程度 决定于两件事 第一个是你认为 你认为你现在所在的地方 跟这个山顶你想去的地方 这个距离有多远 越远 压力就越大 那第二个 是说爬到山顶 对你来说 有多重要 越重要 压力就越大 那你可以想象 自己的事情 是我非要不可的事 可是我又离他很远的时候 压力有多大 其实后来在西点军校 我想他们一定 后来一定很不欢迎我 因为我常常学生会压力很大 那跑来问我 那这个军人世家 一定要他从西点军校毕业 多大的荣誉 可以进西点军校 等等等等 那我就常问他说 你一定要到山顶吗 这是你要的吗 还是你爸妈要的呢 这是你一定要做的事吗 如果你认为 这不是你很要做的事情 我回家了 我打包回家了 我不要爬了 可不可以 压力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多讲几次就糟糕了 学生退学都是跟我讲的结果 所以说但是我们对于压力的处理的过程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对你来说 我非要不可 你的stress就很大 因为那是你的决定 你决定非要不可 好 刚刚这位同学就是说 我一定要 老师叫我这样做 我一定要努力做到的时候 压力就很大 如果说我不要 我不玩了 回家了 压力就不会很大 那刚刚讲过第二个是说 你认为你离山顶还有多远 那不用今天不多讲的是 人其实很会欺骗自己的动物 你可以说快到了 我就快到了 好再努力一点 就快到了 你可以撑很久 那样才可以撑很久 人的韧性 我发现非常非常的强 我在看病人这么多年 常常 唯一学到的功课是 我没有办法预测这个人可以撑多久 所以我觉得人 人真的是很有韧性的动物 所以会用很多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继续往前走 身体上的反应 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在想说 不要讲说我们现在的时代了 回到很古早的时候 压力是从哪里来呢 我们想到狩猎的时候好了 狩猎的时候 在座的男士 你们早上起来 就应该出去打猎了 对不对 我们女生在家等你们回来 把狮子打了老虎回来 我们再来做饭吃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你出去打猎的时候 忽然呢 忽然呢 看到一个狮子跑过来 压力很大 你的选择有哪些 干掉狮子 干掉狮子 一个 还有呢 不要坐在那背他吃 你还可以怎样 你可以赶快跑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fight or flight response 打或者是跑的反应 那我们的身体 对于压力的反应 其实是为这样子而设计的 还没有演化这么快 来配合到现代文明社会 所以那个时候 碰到了压力的时候 就要赶快跑 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跑的比较快 或者是真的能够把狮子杀掉呢 我们包括了很多 我们的心跳会增加 我们的血压会增加 为什么 这怎么会帮我们跑的比较快 心跳血压增加 让我们的血液循环比较多 我们的血液是带氧气 然后也可以把废物带走 对不对 所以说可以帮助我们 跑的比较快 加上我们的肝脏 会释放出大量的脂肪出来 为什么 脂肪是做什么的 能量 好 帮助我们能够跑的比较快 或者是可以打赢狮子 那血液就开始流向主要的肌肉 因为你会需要力气来跑 那比较不需要的是什么地方 很少人说我现在要逃命 一面逃一面吃东西 对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包括哪些 从你的嘴巴进去开始 到最后上厕所排出来为止 这一段都是你的消化系统 那如果消化系统说 现在你要逃命 所以把所有不要的东西 通通赶快shut down的时候 消化系统一定是第一个牺牲的 所以消化系统 其实常常有人觉得 压力大的时候 口干舌燥 你的口水不太分泌了 然后呢 那个消化系统也会出问题 那时候要跟西点军校的学生 谈的时候 是跟他们讲说 你不要紧张 这是不要丢脸 他们会觉得很丢脸 18岁嘛 然后来 然后听到枪声 然后这样这样这样 忽然就真的吓得尿都出来了 那觉得很丢脸 因为他们都是多英勇的人 才来西点军校 结果怎么听到枪声 尿就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说这是正常的 因为有些人很紧张的时候 你们会经历或想吐 把东西就吐出来 那是因为到极度紧张的时候 你的身体觉得说 我要把所有不要的东西 通通丢掉 然后来跑 来逃命 或者是来打架 所以把剩下的东西 通通都排出来 这个是正常的 身体上面的压力反应 血液的浓度会增加 这有什么好处 有没有人讲 浓度增加 如果你跑或者是打的时候 受伤会怎样 白血球会有密度 那个白血球密度也会比较高 然后 你流血 会比较不容易失血 对不对 你血液比较浓 然后比较容易凝固 所以如果你受伤的时候 然后你常常有人会说 现在压力很大 大到tension headache 那是因为你的血管收缩 血管收缩的血管收缩 加上浓温度增加 是因为怕你受伤的时候 血会失血过度 所以你的身体 会失血过度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常常 为我们的身体想 万一你 万一你这个 这个受伤的时候 不会失血过多 那免疫系统的启动 其实有很多 包括在血液里面的一些 很多的白血球 都从血液里面 跑出来 跑到皮肤下 因为他们在待命 万一你受伤的时候 他可以直接的 赶快的 把外面进来的细菌杀死 所以现在为什么 很多人压力很大 长期下来 会有过敏反应 因为这些白血球 这些东西 都已经从你的血液里面 出来到皮下 过敏反应之一是什么 你在手上画一条线 它会红红的会肿起来 对不对 表示底下都有 皮肤下面都已经藏了 很多我们从血液里面 出来预备打仗的细胞 但是现在没有在打仗 所以说 这都是我们身体上面的反应 那我想现在 这个也就不多讲 是身体那个反应的机制 那现代的人 我想请问一下 上一次你被熊追是什么时候 被见到狮子 要吓得赶他跑是什么时候 除非你在动物园做事 希望也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可是你会跟我讲说 你压力很大 我都碰到每个人 都跟我讲压力很大 那你大的时候是做什么呢 可能是坐在电脑前面 可能是坐在桌上写东西 这个时候 你身体里面的压力反应 是一样的哦 你的血压增高 你的心跳加速 你的血变得比较浓 比较稠 你所有的血液 通通都跑到你的四肢 然后都在这个消化系统 几乎都没有 这样长期下来 是不是会有问题呢 也要问大家的是 我们打狮子嘛 或者是逃命 可以支撑多久 我那个时候差点去FBI 做他们的profiler 那个时候做profiler的时候 要先当FBI的agent来行 所以当agent的时候 有很多的考试 那他的physical g 要考短跑 长跑 拉单杠 伏地挺身 等等等等 那我就想说 我第一次考真的就fail掉 因为没有练习 这个东西是可以练习的 然后就第一次考呢 跑到短跑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大不了的嘛 你死命跑嘛 你就 将跑命一样跑嘛 因为最快也就不好 那样子啦 那我要问你的问题 How long can we keep this up 就是说你死命跑的时候 你觉得你可以跑多久 一直跑 你就去操场上 死命像有人在追你 要逃命一样跑 你觉得你可以跑多久 20秒 你可以跑20分钟 20秒 喔20秒 那也太小看字 应该不止20秒啦 我那时候跑是死命 跑不到40秒啦 跑不到40秒 就已经不行了 这样子 要吐了 那但是呢 我问你 顶多很厉害的人跑 你说 我不觉得可以跑到20分钟 那就算你可以跑20分钟 好了 一个钟头吗 你可以跑六个钟头吗 不太可能 那这个 请问现在你们 如果跟我讲 你们压力很大 你压力大了多久了 20分钟吗 40秒吗 不止喔 一天 以天来计算 以周来计算 可是我们身体 面对压力的机制 面对压力的机制 不是为这样设计的 是为了呢 20秒 40秒设计的 所以在这个 压力反应上面呢 我们有分 急性的 跟长急性的压力 基本上来讲呢 这个差别呢 是 我们以30天来界定 大概一个月左右 所以很多时候 人家跟我讲说 压力大大到这样 大到那样子 我稍微问一下 如果没有长急性的压力 我们都OK 你只要有一点点的时间 给你的身体 回到原点 回到baseline 然后压力再来 你都可以承受 你如果持续在 受压的状况下 超过一个月 你在身体上面的 肌能上面 你的心脏血管系统 你的免疫系统 你的这个 荷尔蒙的分泌 都会造成 身体上 会造成 很难回复的 一些伤害 是一个月的时间 那个时候 记得考 博士资格考的时候 我们就抗议 因为那是六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说 你超过了一个月 抗议无效 但是呢 还是有科学根据 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 研究这个的时候 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好 我们再讲到 行为上面的反应 行为上面的反应 你压力大的时候 你想想看 或者是感觉很忧郁的时候 你都做些什么事 你觉得你会说 我压力好大 我赶快去健身房 做做运动 还是会说 我压力好大 让我慢慢下来 去做个瑜伽 打个座 练习一下内观法 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在这边 压力大的时候 会这样做 还是说 我压力大的时候 去做一些 我平常不该做 但是呢 我觉得我最近 真的是压力很大 所以我觉得我赚到了 做这些事的权力 去做这些 知道对健康不好 但是你认为 会抒发你情绪的事 研究告诉我们 所有人在压力大的时候 常常会做的事情 是对我们健康 很不好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 为什么刚刚 其实有包括了 蛀牙啊 这些等等 压力大的人 比较不会做一些 该照顾自己的 我们所谓的self care 的东西 不刷牙啦 不运动啦 吃的不好啦 那压力大的时候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会喜欢吃某些东西 事实上呢 这也不是你的错 你想想看 以前压力很大的时候 是要逃狮子 是要跟狮子打架 所以需要很多能量 那在长期压力之后 身体会分泌出一种 放尔蒙 我们所谓的 可体松 the cortisol 它会是 因为身体很体贴我们 说你已经打了这么久了 狮子还没死 所以你需要 补充一点能量 所以大脑就跟你讲 你要去吃那些高脂肪的东西 你要吃那些甜的东西 因为要补充我们身体上面的能量 所以压力反应之一 这也是其中之一 那很多人现在压力大的时候 回家就想坐在电视前面 那压力大 其实是因为我们身体要 以前啦 以前的演变过来的过程 身体要跟着动 才会有这样子的反应 可是现在你不动 事实上我常跟人家讲 要面对压力最好的方式 但是那是制标 不是制本的方式 是去运动 你第一个要去运动 因为身体分泌出这么多的东西来 为了要因应你身体上面能够动 结果你坐在那边不动的时候 对身体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那我们所建议的 当然瑜伽跟这些内观法 其实我常常跟病人在practice内观法 因为对那个焦虑症 其实是很有用的 但是你对于压力的反应来讲 你们要做有氧的运动 有氧运动 要能够把你的心跳提高 然后保持高 那个心跳加速的状态 保持20分钟以上 然后一个礼拜至少三次 你如果能够持续这样做一个月 事实上你会感觉到身体上面的不同 不会觉得那个压力的感觉有这么大 那其实提高到多少呢 我大概我要讲一下我是不是记得了 220 减掉你的年龄 是你的maximum heart rate 220所以你今天 20岁 你的maximum heart rate就是 200 但是不会叫你运动到你的maximum heart rate 那样子有点残忍 所以maximum heart rate的百分之八十 那就一百六 所以你大概去运动的时候 就把你的那个心跳 大概能够增加到一百六 然后一百六 维持20分钟 再放回去 所以对对身体是减少那个压力反应 对你身体上面的迫害最好的方式 是immediately是这样子做 那这个行为反应 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都可以理解 所以说要抗拒压力在我们身上 所造成的不好的这个影响的话 行为上面也要去注意 去做我们平常不想做的事情 回家你觉得很累了 可是你的身体并没有累 你没有在做 你身体没有在做exercise 是你的brain累了 那其实你在去运动的话 对大脑也是有很好的很好的影响 那很快的讲一下其他的因素 除了这些身体 心理 跟行为上的因素 这个其他因素 我要用一个很 几十年前 有这个很有创意的心理学家做的研究 我不知道最近 可能某些科系的人 我不知道 因为台湾近两年来才开始了IRB 叫做这个人体实验要经过核准 这对心理学上变得非常非常头大 那前一阵子我投一个计划进去 我只不过要做一个问卷而已 那这个他们的问题就很多 这问卷会不会让人家造成忧郁症 不会 但是呢就是问题很多 那那个时候我在猜想 因为在美国很早的时候 就有这样子的这个争议出现 就很挣扎 那这些研究的人就很聪明 说那我不研究火人 我研究死人可以吧 不需要IRB 不需要人体实验的核准 他们就跑到了这个墓园里面去 他们就发现很奇怪的事情 说这个 他们就发现墓碑比较小的人 年龄都比较小 墓碑那我很大 你有没有去看 你有没有去过阳明山沟墓 那个看到有些人的墓碑 跟那个家一样 还有屋顶啊 然后还有那个梁啊 什么都有 其实 自己去看他墓 这是很morbid的一个 这个hobby 这是我的hobby 然后上次的时候去看到那个 我就是在美国看到墓园里面 然后背后会写说 他怎么死了 居然有人说这个人是 那时候burned on witchcraft 你知道美国以前有那个巫术 他怀疑你是乌 practice巫术的人 他们就说那你要试试看 你知道你是不是witch 他们就要把你烧嘛 烧不死你就是witch 烧死了 not too bad 你不是witch 但是人家也是被烧死了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他们就有这样子的practice 其实我真的看到有人墓碑 后面是写说 当初他死的原因 是他burned on witchcraft 所以我就觉得很fascinating的东西 那时候我杨明山公布也去走了一下 他们就发现说 真的都是这样子 那种墓碑越大 他们活的时间越久 那很想说奇怪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那今天也不多做discussion 那时候很多人 因为这是一个correlational study 所以不知道这个 没有办法做causation的assignment 那所以说他们就猜测 只能猜测说 可能是这个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 比较有钱的人 他们才能盖很大的墓 那比较有钱的人 他们也可能 比较能够在生病的时候 找到比较好的医生 然后可以开得起刀 吃得起药 那比较 这个没有钱的人 可能墓碑比较小 然后呢 所以他们活得也比较短 因为他们的资源不够 那这些是我们所说的 属于我们个人的一些资源 或者是一些弱点 包括我们的个性 今天也不提到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听到过 A型性格的人 type A personality 是很早出来说type A personality的人 就是那种即性质很急 然后竞争性很高 这些性格的人 活得比较短 得心脏病的激励比较大 那这是属于个性上面的一些特质 所以说 这是属于我们个人 每个人都有的 那其实 我也想到 那个时候 在做学生的时候 回台湾的时候 机票很贵 要换好几次的飞机 才能回来 所以每赶一次飞机 因为压力反应很大 就很怕这样赶不上 那后来在纽约 花旗银行上班的时候 我的老板是人力资源的director 他住在New Jersey 然后呢 那个花旗银行的总行 是在纽约的Mannhattan 你知道他是怎么上班的吗? 他是坐直升机上班的 所以说 他当然也可能有 别的方面的压力 但是这方面 他可能就不太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些其他因素 会影响我们压力的经历 跟国家 所以再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就是压力事件 potential stressor 他怎么会到达 到我们生病的地步呢? 那我们刚刚就有讲到了 这其中包括了 心理因素 生理因素 跟行为 那更复杂的是 你的心理影响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影响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 又会回去影响你的心理 所以这当中 双方互相的关系 让这个很复杂 再加上 我们刚刚讲到过说 有一些其他的外在因素 也会在这整个系统上面 对他造成相当程度的影响 所以基本上 为什么压力会造成疾病 我们所用的framework 来理解这个过程的 就是这样子的framework 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有讲过的framework 但是 我们很重要的一点 压力的来源 到底是取之于哪里? 我刚刚开始有讲到过说 我们每一个人看世界都不一样 我们每一件压力事件 是客观的 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反应 会不一样 那我想 我们take一个break 好不好 我们take一个five minute break 让你的大脑可以 有点氧气 然后再回来 然后我们再继续讲 这个second part 好不好? 所以five minutes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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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因为可能有些朋友 你们是第一次来这栋楼 如果是要上洗手间的话 男孩子在一楼 女孩子在二楼 那如果是要喝水的话 要装水的话 就这个门出去 右手边 有一个饮水机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找我们工作人员来协助 那我们就修修承招 对不起 是错了 对不起 再说 外面对一下 外面是 那 他可能说 从外界的力量 向下 那就是 对他的问题 如果你的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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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医生很忙碌 虽然他们应该问你 可是常常有的时候他们没有问到 所以我们要帮助医生做好他的工作 因为我们是受益人 所以在比如说serotonin 有一些治那个偏头痛的药 里面会有serotonin 那如果你没有跟医生讲 他觉得你有鱿鱼症 又给你开了serotonin的药 你就吃了double the dosage serotonin就会太多 那对身体也是很不好的 那会增加血清的食物是什么呢 如果你到网路上去查一下 好像刚刚一样 会有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建议 但是呢请大家不要赶快把它写下来 这些通通都是迷失 serotonin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从我们的食物里面所获得 因为很快的时候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有serotonin的食物 大部分的时候蛋白质也会比较高演 那蛋白质比较高演进去的时候 因为我们升级系统消化的过程当中 会直接先去消化这蛋白质 然后把serotonin没有办法把它转换成 我们升级可以用的东西 所以没有办法从食物里面直接获得 那要怎么办呢 第一个是亮光 常常有人听到说 冬天的时候因为白天比较少 所以会造成人比较有忧郁 事实上是似乎是有这样子的现象出现 那怎么样多少的亮光会增加我们的serotonin呢 大概是1000到3000的lux 这个lux不是烛光 它其实是一个比例 就比如说你今天点一个100烛光的灯泡 在一个衣柜里面 它的亮度是这样 但是同样的100烛光 你点在一个仓库里面 它的亮度就变得很少 所以这个lux其实是一个比例的关系 它不是一个absolute那个亮光的光线的强弱 那一般这样给大家各位一个idea 一般客厅或办公室的总廊的lux 大概是80到100lux 我们需要1000到3000哦 一般的办公室是320到500个 那太阳的直接照射是32000以上 那所以说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公司 有这个light therapy 它有一个房间 那那个房间的光度有能够够高 能够达到1000到3000的lux 然后呢你可以进去做这个light therapy 增加你那个serotonin的production 运动 如果你不想做那么复杂的话 刚刚讲过运动又会增加罗巴胺 也会增加血清素 至于我们常常在看 轻微到中型的忧郁症的人 有些人很不喜欢吃药 但是呢 如果他们能够做得到的话 运动 如果就像我刚刚讲的cardio的那个运动 有氧的运动 一个礼拜三次以上 一次至少20分钟 一个月4到6周下来 他对治疗忧郁症的成效跟吃药是一样的 那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恒心不愿意吃药 一样的可以这样的做 我有叫很多病人这样做 可是有些人就是做不到啊 就已经很忧郁了 你还叫我出去运动 对不对 那所以说有些时候吃药是比较快啊 这也是看个人 长期性的压力啊 刚刚讲过 三十天以上会影响血清素的浓度 增加压力敏感度 以及反应 你会发现压力越大的人 时间越久 越小的事情让他的反应就越大 以前很多很大的事情才会让他生气 压力持续下来之后 小小的事情会让他爆跳如雷 这个是在生理上也有很大的反应 其实今天没有机会多讲 在我们的脑子里面 也有很多的这个血管 跟细胞在长期压力下 会造成细胞自杀 影响我们的记忆力 也影响我们的平衡的能力 对于这个事件的平衡能力 对于易怒的人呢 血清素有这个稳定情绪啊 减少这个争吵频率的作用 那当然思想也可以改变情绪 那我所做的临床的治疗是 认知行为治疗法 那认知行为治疗法呢 其实也是改变你思想的方式 如果改变你的思想 增加你的正向情绪 也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血清素的增加 最后一个 这个 Neuro Transmitter要跟大家介绍 因为不得不介绍 那这个有些人说是荷尔蒙 有些人说是Neuro Transmitter 都有 好这个中文叫做催产素 Oxytocin 是因为人际的互动而产生的 是我们很重要的荷尔蒙 跟Neuro Transmitter之一 它为什么要叫催产素 因为是在妈妈生孩子的时候 会分泌催产素 帮助让你的子宫收缩 它也会在第一时间经过子宫盘 然后把这个催产素传到婴儿的大脑里面去 它会造成妈妈能够让你分泌母奶 增加母性行为 增加你的依附性 增加满足感 降低焦虑感 建立信任感 降低恐惧感 这么好的东西 这么好的东西 好这边都在讲 因为呢 没有同理心 这等等跟自闭症也有关系 它会被应用在自闭症的治疗上面 它还可以减低你的发炎 促进伤口的愈合 抗拒上瘾 减低这等等等等 这么棒的神经传递物质 跟这么棒的荷尔蒙 很可惜呢 没有办法在消化系统中生存 也就是说不能当药吃下去 吃下去它就死掉了 就没有了 没有办法被吸收 那怎么办呢 它没有办法跨越脑壁障碍 所以不能用吸的 不能用 不能用打的 不能用打的 打在血液里面 就进不到脑子里面去了 不能跨越脑壁障 它只能从所信任的对象中获得 现在在研究是说能不能用吸的 这是题外话 但是很难去得到 但是很自然的可以得到 如果你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 跟你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脑子里面就释放出很多很多的Oxytocin 会有刚刚讲过这么多的好处 现在单身的人越来越多了嘛 家庭也越来越小 像大陆他们说 现在其实蛮可怕的 因为很多都是家里的村王 每家都只有一个 然后都这样宠到大 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以前华人的家庭是很大 又有叔叔阿姨 你会想将来后来叔叔阿姨 唐姐阿 这种词汇都会没有了 因为至少在大陆会没有了 因为他们没有这些人啦 因为那个兄弟姐妹没有 就一个一个人一个 那这个信赖的对象 要从哪里来呢? 根据 他们其实发现 在讨论情侣的时候 你知道刚刚在热恋的时候 把那个情侣拆开 没有多久 大家就觉得很焦虑 想看到他 想看到他 那个时候 如果你给他Oxytocin 他就会很安静 就不会焦虑了 他也不会这么的想要见到对方 就觉得很平静这样子 所以有这么好的东西 又没有办法吃 又没有办法打 又只能跟这样子好的人 那怎么办呢? 这个退而求其次 最近研究发现 如果你跟你的爱犬 这样互相凝视 两分钟以上 你的Oxytocin就开始release了 如果你跟你的爱犬 你就抚摸你的爱犬 超过20下以上 不只是你 你的狗也开始releaseOxytocin 互惠 两方面都有 所以为什么台湾在想说 现代的人 尤其是在城市里面 越来越多的人 要去养这些宠物 其实他的benefit很多 其实现在很多人 他们是以狗来做研究 是比较早 我相信其他的也有 只是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而已 相信猫或者是其他的也都有 所以这个Oxytocin 因为太多人来问我了 说为什么狗不用这样养 把狗当小孩养 我现在在菜市场看到 有人拖在车里面是狗不是小孩 对呀 想说哇 怎么会狗要这样子养呢? 所以这个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一 我们的依附性很强 除了有母性 造成没有母性的反应 好 那今天基本上来讲 很多就是说 我们这个互动的关系 生理行为反应 感受 认知跟思想 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情绪有几种 基本的情绪 中国人问这个不好啊 因为我们马上就讲喜怒哀乐 对不对 至少就猜到了四个 可是喜跟乐是差不多的嘛 所以少一个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我们有这个快乐 我们有悲伤 这个是什么 你看得出来啊 看得出来是恐惧 惊讶惊惊讶惊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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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其中之一 好 这个 能够去读别人的情绪跟表情 是在social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不是今天的主题 通常你的情绪跟你的想法是有差别的 因为我常常讲说 心理医生常常看到人家就问说 How do you feel?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大家都会这样笑 How do you feel? 但是事实上我们常常都会在问人家这个问题是没有错 那我常常有时候问的时候 你How do you feel? 那个人说我有被骗的感觉 想说被骗是一种感觉吗? 还是被骗是一种想法 你认为你被骗了 所以你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可能是悲伤 可能是生气 可能是惊讶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反应不一样 但是被骗了是一个想法 不是一个感受 但是我们把这个混到的时候 其实这样情绪上会造成一些混乱 有些想法会造成有些情绪 那比如说愤怒 是因为我觉得别人冒犯了我 我觉得别人拿了我 属于我的东西 因此想法是这个 情绪是愤怒 对不对? 所以这要差别 为什么差别很重要? 如果能改变你的想法 我就可以改变你的情绪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们在做anger management 那时候在纽约 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真的有那个治疗师被杀 那结果我的同事 他们都把那个电极棒放在那个椅子底下 我说那个拿出来来不及了 他那个距离那么近来不及 那那个时候呢 还有一个病人说 哇! 他说 Dr. Chen 来上你的anger management 对我来说 真的是very helpful 我说我真的觉得很高兴听到有成效 他说对啊 之前有一个人骗了我钱 我本来呢 要break his face 那结果来上你的课之后呢 就比较好 结果只把他手扭断而已 结果我不知道这样子有没有比较好 但是anger management 其实是很重要 对不对? 因为他认为别人是故意的 他认为他是被骗的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情绪 可是如果你的认知是错的呢 那你的情绪就要跟着改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不多讲每一个 那在这每一个六个情绪当中 他的背后都有他的思想在其中 那认知行为治疗法 就是去看你的这个思想 来看能不能改变你的情绪 跟你的行为 那我想问大家的一件事情是 你知道你这个样 How do you feel? 你们常常会笑 笑心理医生问这个话 可是你能回答得出来吗? How do you feel? 有时候连六个基本情绪都讲不出来 有些病人真的是 不要说是病人 正常人都讲不出来 我就要讲说 你现在感觉是 是positive negative还是neutral 这样子分不分得出来 要从三项开始分 好 这个音效有吗? 有 应该是还有 大概是关掉了 我看一下 OK 你听到这个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情绪? 驚吓 驚吓 不吓到 fear 好 可以go 可以停了 狗都吓到了 这样子 驚吓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震撼 震撼 興奋 没听过小鹿乱撞啊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突然间间 觉得 砰砰砰砰砰砰 什么人常常不知道喔 在很早以前 社会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 他让 这个是很长很长的一个吊桥 大部分人走过去的时候 都至少会有一些反应 就是心跳会加快 有些就算不怕的人 也是会有这样的反应 他们就在这个吊桥 走过去的人 在这个吊桥的尾巴 安排了一个美女 那个美女就来问说 请你停问卷 问卷问完之后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这是我的电话 你可以打给我 他们就要看 最后是有些什么人 会去打电话给这个美女 他们一个是走长吊桥的 一个是走很短 不会造成惊吓的桥 结果发现 走过长吊桥的人 打电话给这个美女的 几率比较高 好 当然我不能确定的说 是因为什么 但是呢 藉此就猜测说 因为你走过吊桥 会觉得有点心 心跳加速 小鹿乱撞的感觉 看到这个美女的时候 我一定是爱上她了 她很attractive 所以之后就会打电话给她 是做这样子的假设 所以在问大家 这个情绪错认 是常常发生的事情 现在我们在监狱里面做一些研究 是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犯案的人 去处理她的情绪 因为她有时候激动起来 她不知道她的情绪是什么 我实在是觉得也是很shock 因为有的时候 她们在跟我谈的过程当中 就在台北监狱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性侵犯 她是说她气到不行 觉得很生气 我说你就把她想先拿到对 好 那这不是因为性欲 不是因为什么 对不对 是很生气 不知道怎么样做 那如果她的情绪 当然 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她当下 有没有这个错认的状况出现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的情绪出来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标示她 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 那错认的感觉 会有什么样子出现呢 这个错认常常是根据 什么样子的情况 错认 我们刚刚讲过说 你脑筋里面的分布 有superhighway 有没常走过的路 我们情绪有六种 我鼓励大家去经历 你所有的六种情绪 可是常常是很难 你会发现有些人 遇到事情就是爱哭 有些人遇到事情就是爱生气 那是她脑筋里面 常常走的途径就是这些 可是我们基本的六个情绪 都是很重要的 我在台湾的时候 现在还有在看 纽约的病人视讯 那在这个 大部分的时候 都不是很emergency的case 但是最近有一对夫妻 在闹得不是很好 那她就跟我讲 她先生开始 就是说很没有办法控制的生气 然后就开始会丢东西 然后丢她 然后她有个小孩 小儿子她也很担心 那在跟大家谈的过程当中 我还是问她 那天她先生砸她 丢东西 对她丢东西的时候 我说how do you feel 你的感觉是什么 她是个女强人 她养她先生 已经养了六年 然后呢 在工作场合 她都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她跟我讲说 她觉得anger 她觉得非常非常生气 你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怎么 讲了半天 你觉得有一个情绪该有 她没有 是什么 恐惧 她很愤怒 没有错 恐惧 这是为什么很重要 你要恐惧 你才会跑欸 如果你是生气 你会跟她打欸 对不对 所以说后来 最后她丈夫是拿刀出来啦 那个时候还好就是演变得比较慢 那我们都有计划 说万一这样子要怎么办 她说她那时候真的很想跟她 但是早上想说 喔 Dr. Chen told me 就call 911 call 911 结果她后来是打了 911 然后警察七分钟之内就到了 那但是呢 问题是说 我们要知道你的情绪是什么 那会决定我们的行为 好 如果你的情绪错认 或者是你脑筋里面有一些情绪 是不常使用的 这会影响你的行为 对不对 好 那 最后 这个因为讲了这么多 是要告诉你 不要信任你的感觉 第一个 你感觉可能会错认 第二个感觉会变 好 感觉是会变的 因为你的想法变了 感觉就会变 所以你现在觉得她很讨厌 你给一点时间 如果会变还是很讨厌 她也许真的很讨厌 但是当下的时候 不要太信任你的感觉 要知道这个感觉 背后的想法是什么 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那 最后呢 我是要鼓励大家的呢 去 经历 你的 所有的感觉 试试看这六种 你如果 你是不是常常 常常都是选其中的一种 好 那 这个 今天没有讲到的 要用你的很多不同的感官 来看这个世界 但是呢 情绪上面呢 给大家的鼓励 是去经历你的情绪 不要害怕负面的情绪 有些人有时候跟我讲说 我不敢哭 因为怕你哭就停不下来 我还没见过这种事情 好 你大哭去哭的 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他哭了两天两夜 我说真的吗 你没有起来上厕所吗 你没有喝水吗 你没有吃东西吗 那不是连续哭了两天两夜 对不对 那所以说 所以说不要害怕情绪 好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不要害怕 所以要去努力的经历你每一个 感受六种 六种情绪 OK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 如果大家有问题 还是 好 现在要问大家 How do you feel hungry hungry 但是不在六种里面 真的就是感觉而已 好的 那个 就是接下来 我们就一个很短的这个Q&A的时间 那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提醒大家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都不是这么喜欢 或者是不一定乐于发问 但是 如果你知道你想问的问题 可能同时也是在座其他几十个人想要问的问题 你可能就会有一点勇气想问了 那但是问之前给我们十秒钟 让我们把麦克风闭到你的手上 好 让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听得清楚您的问题 好吗 好 请问哪一位要 请教程 程老师 好 那你稍等 好 我想请问 当面临压力的时候 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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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反应 第一种是逃命的时候 为 为营养的血液减少 所以 食品会降低 可是现在 现在很多人 压力大之后 会喜欢进食 没错 那这样子的 Good question Good question 这是短期跟长期压力的分别 短期的时候会shut down 但是我刚刚讲过 长期下来 我们会分明一种 叫做可体松的荷尔蒙 那是我们身体里面 觉得说 刚刚讲说 40秒60秒 一分钟好了 那过了这么久的时间 身体想说 哇你还处在这个压力之下 一定很需要补肌 对不对 那所以说 就叫你的大脑说 应该是去 要开始补了 所以需要高热量 高蛋白质 高糖分的东西 所以才会去 所以是时间的 电的关系 所以你有先后睡觉 对的 时间长短 对的 好 谢谢 这边还有 请问 来 后面 谢谢 老师好 刚刚你做了一句话说 别吸引你的感觉 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 的惊讶 我也想说 这个就是 我们知道 女人大部分跟着感觉走 是 我们感觉这个人 我不喜欢他 或是我讨厌这件行为 或什么事情 是 我是跟着感觉走 是 但是在当下 我们当然会 依照我的感觉去做一些判断 嗯 所以人家都叫 不要跟着感觉 因为感觉会说 谁的时间或空间 也会有改变 但是在当下 我们还是会跟着感觉走啊 会 也很难有时候做个理性的判断 那应该怎么去做自己 我们其实也常常有听到过 就是说 不要急着去回应嘛 对不对 当下事情 尤其是你很情绪化的时候 我常常跟人家讲说 如果你感觉到紧急 Urgency 你要去check一下你的感受 因为很少有东西是很Urgent 当然银行跑三点半 现在好像也没有三点半 以前小时候早上银行有三点半 对不对 那个是有deadline 对不对 是有Urgency 但是在人与人相处的人的互动上面 我现在就要告诉他啊 我一定现在就要跟他分手 你知道我现在目前有一个病人 他就是从小被父母有酗酒的母亲 所以他就很没安全感 动不动就要跟人家分手 他觉得人家要丢他 他就要先甩人家 所以我给他的功课是说 你可不可以 这个礼拜不要甩他 对不对 那这个在下个礼拜不要甩他 那这个在下个礼拜不要甩他 他的原因是什么 他很想情绪上来说 我现在就要做 现在不做不行了 有什么原因是现在一定要做的吗 这个第一个是要问的问题 真的有这个Urgency吗 是一定要现在做的事情吗 那在情绪当中呢 你要去想的是你的想法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 我很伤心 为什么很伤心 因为他不要我了 他有不要你吗 你要去想想看 你有没有足够的证据 来看到是他不要你 还是你觉得他今天 没跟你打电话就是不要你了 你把没有打电话 想成他不要你了 也就要跟他分手 这中间是不是有点断掉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一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先把你的情绪想出来 不是要讲那种被骗的感觉 因为被骗要把分清楚 把思想跟情绪分辨出来 然后呢 你再去想这个情绪背后 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的认知是什么 那你的认知是对还是错 也许你是对的啊 也许他真的不要你了 那那个时候 你确认之后再去做也不迟啊 所以要去查背后的想法 赶紧要问一个问题 老师谢谢你 这也是一个实际的 我们的社区发生的事 就是有管委会 管委会的那个主委 他是女性 比较温柔 比较细密 可能也比较没经验 然后就会有其他的住户 就专门挑他的毛病 我们昨天才开会 然后就开了大家都很辛苦 这个挑他毛病人叫林先生这样子 他就会一直抓他的帐来念 哪里哪里不对这样 一连串丢七八个问题 然后就说主席你不用现场回答 我知道你回答不了就怎样 他就是这样一直在刺人 一直跟大家表达说 这个主委很烂这样 就是很像在公众面前一直责入他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个人实在好难相处 就是没有爱嘛 那女性他又第一次当主委 也没什么经验 你干嘛这样一直刺他 这种听得很难过 但是我们又不好意思说 哎 请你不要用这种态度来讲 助力他又会辨别 又会跟你吵架 又会失控 然后我们就只好很忍耐在那里 这样 一个会议拍下来很痛苦 我就想说 有这种邻居要怎么办 社区要和谐 要怎么和谐 请老师解答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解答得了 跟男的人相处 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事情 那我只能讲说 通常在我们很不愉快的时候 我们要想的是说 你的哪一方面的需求没有被满足 那你是说 你觉得 然后你对别人的要求是什么 那你在听起来这方面是说 我需要有一个邻居和睦的环境 那我对别人的要求是 我要求那个人一定要有礼貌 或者是不要这么刺激人 不要这么凶 可是别人一定要照我们的要求做嘛 这个事件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嘛 所以我们不能再要求别人改变的时候 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 那你就要考虑说 能不能要对他的要求调整一下 而且我刚刚也很怀疑到 就是说 你当时很生气 但是就说不好意思去讲他 怕那个 why not 因为可能都没有人告诉过他 他这样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 那今天不只是那个主委 别人也听不下去 就是让他知道 第一个是他知不知道 你要给他一个机会 就是说他如果知道还在犯 那真的可恶 对不对 那可恶的人有可恶的人对吧 但是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他也许认为他这样子不怎么样 那都从来没人跟他讲过 他也不知道 那你要让他有一个机会说 你知道了还这样做 那你真的是很可恶的一个人 那我要怎么样去跟你应对 那其实你想想看 是你对他的要求 对不对 你要求希望人与人之间 都能够和睦相处 可是这个并不实际 对不对 是社会上有太多让我们讨厌的人了 那我们要怎么 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求 你不应该这样 你不应该这样 你不应该这样的时候 最后我们会活得很痛苦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怎么样调试自己 也是很大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第一个能够看 你不高兴的时候 你的哪一方面需求没有被满足 那你对对方 如果这是人际关系的时候 你对对方的要求又是什么 谢谢 好 这边还有位同学 谢谢老师 就是我想问就是 我觉得现在同学们 我以为我是学生 同学生 身边中还是有一些人 感觉好像自己压力很大 有些人可能是短期的 有些人可能是超过一个月 一个学期都觉得自己压力很大 那您认为的话 就是说在学生团队中 到底有多少%这样一些人 是真正是有心理问题 或者说你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来要 是不是要通过一些治疗 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来解决 OK 基本上 我不觉得 那种 我不是那种 觉得无病呻吟 就是说什么都要去看医生的那种人 那很快的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才应该要去找到专业的帮助 好 那在心理学上面大概有三种 好 第一个我们是所谓的personal distress 就是说你自己 别人觉得发生这件事情不算什么 可是我认为压力 我认为压力很大 我很痛苦啊 我很distressed 就是我的主观的认知 觉得我很痛苦到不能承受的地步 那是你自己决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我们所谓的functioning 你能不能够继续function 你能不能够早上起来去做你该做的事 做你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你忧郁症哭到下不了床 不能上班不能上学 那你就不在function了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我们有很多high function的怪人 对不对 我其实说 我那时候带学生要进监狱去做这个评估的时候 要教他们怎么做人格的那个disorder的分析 就叫他们去练习 就发现我们心理系上 那个人格disorder还挺多的 那都是high function 你去想心理学的老师大概更多 对不对 所以说 虽然表示你有疾病 并不表示你不能function 并不表示你一定要去看医生 你可能有 那个 这个 抗 那个叫做anti-social 反社会人格 对不对 现在我们正在study 反社会人格 可以当警察当很好啊 对不对 他是high functioning 他没有犯法 那他不见得要去看心理医生 所以第二个是functioning 那第三个就是norm 就是这个社会的norm 你做的这个东西 你做的行为 你的行为 你的表达 是不是在于这个社会 你所处的文化之下 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那这是第三个 我个人认为 最重要的是functioning 如果你想做的事情不能做 该做的事情不能做到的话 这个应该是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好 这个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如果 各位没有进一步的问题 或者是 我看看陈老师 接他的时间怎么样 因为私下也在跟陈老师 这个讨论一下 那今天我们很开心 因为那个 这个活动是通事教育中心 跟科技教育中心 一起合办的活动 那本来 科技教育中心的经费值 足够提供30个便当 那我们通事教育中心的主任 大放送 他说今天只要在座 有来的 有来听这个演讲的 这个不管名字 是同任同事同学 通通可以有这个 一分钟三可以允 那所以说 待会我们就会把这个便当 画下去 那也欢迎各位可以 留在这边继续用餐 然后或者是跟陈老师讨论 那今天就 代表公司教育中心 和科技教育中心 这边要 特别谢谢我们陈永明教授 因为各位可能不知道 其实陈老师 拉姨提供我们这场讲座 他个人是亏很大的 因为他亏在哪里 他亏在他是中央大学的老师 所以他这个所有的讲座 中免费只能领一半 这个我自己是很不能忍受 这样的规定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撇开这个不看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所有人 你们的收获都很大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感谢 是我们陈老师了 所以请借一下您的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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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时间就是教育理 所以比赖一学 谢谢